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0月17日 今天来谈谈有关香港的局势 那么香港呢,近一两天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什么呢?是美国的众议院通过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这个法案对香港的鼓舞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示威者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以这样讲,给他们这次行动注入了强行计 因为香港呢,他们在国际的大事业下 展示了目前发生的轰轰烈烈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反送中运动 到现在为止已经坚持了好几个月了 到现在还没有平息这个迹象 那么尽管林郑月娥施展着两面派的说法 一会儿是撤回这个条例 一会儿又是推出新的反蒙面法等等 那么表明他没有真正的接受无大诉求的任何传议 只不过是在玩拢拳术 像一个木儿一样受中共操控在香港表演 使这个局势现在越来越糟糕了 现在整个香港已经变成了一个战场了 那么在这次反送运动当中 起到领军作用的一个非常有名的 赫赫有名的年轻人 就是申子杰 他是这个民间人权阵线的召集人 一个组织者领导者 由于他是领军人物 那肯定一些仇恨他的 这个势力一些人 那可能就要对他这个搞一些阴谋的手段 那么我们知道申子杰 他在这个2019年的8月29年 就第一次曾经遭到了这个蒙面暴徒的袭击 当时那个袭击的地点在旺角 在这个在佐顿道 在佐顿道德行街18号 当时在一个餐厅里 据说他和一个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在短短的几秒当中 忽然间就冲击了 那么两个手里持有长刀 和这个棒球棍的这些暴徒 结果他遭到了毒打 但是由于他的友人 分离抗争保护他 他的友人受伤了 他呢这个还没有打的问题 那么这件事情当时也是这个震动一事 那些案件发生在这个餐厅的名字叫 这个韦亚宣 我看到网络上有张图片 那么香港的媒体当时都做了很多的报道 人们都知道了 据说呢这个案件发生之后 香港的警方抓捕了几个人 那么有的人据说还要在10月18号和10月5日分别要上庭 就法庭要聆讯要裁判 那么另一个保释还有两个人在逃 也就是警方似乎是找到了这个这个暴徒 但是呢发起者不仅仅是他这一个人 还有很多人 而且这场运动基本上是一个 领导人不是很突出的 是群众自发的 这么一起自下而上的一场这个维权运动 那就维护香港本地的核心家里 这个反对中共操控下的 林郑月娥具体行实施的 就所谓的反罪道条例 我们知道这个反罪道条例 可不是一个一般的事情 因为它一旦通过的话 那么中共在这个香港 就可以把这个党管司法这个魔掌 由大陆延伸到了海外 延伸到香港 那么不仅仅是本地人 而且途经香港转机的 南来北往的 这些世界各地的一些人士 都可能遭殃 那么中共由于这个党管司法这个体制 造成什么呢 各地都有政法王 这个政法王的权限非常大 都可以制造一个罪名 这个巧立一个名目 那么通过这些黑手 到香港去抓人 过去抓的是个别的 就在我们大家都在这个节目当中多次 曾经这个知道的 也就是呢 当时这个铜锣湾事件 那么还有这个香港的联谱 这个香港的这个杂志 这个新闻月看的这个社长 王建民的案件 等等 以后还有这个刘锡勇的案件 还有萧建华的案件 不管是企业家还是文人 都有从这个香港 抓往大陆这个案件 所以说那么逃犯条例一旦通过 那么针对这个群体就会很大 而且中共抓人 好像是否就有了这个 有法可疑啊 所以说造成了人人的恐慌 政治恐慌加寒蝉效应 因此呢 这个香港的这些 这个年轻人啊 为主体就发起了这场运动啊 那么曾子杰不过是什么 在这运动当中涌现出来的 这个比较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啊 那么这位年轻人 看到网络的消息啊 在2014年 就是雨伞运动当中 就成为了当时的终结力量 那么2018年呢 他协助组织了什么呢 七大游行 那么2019年 在3月31号啊 第一次反追逃的这个游行当中 他参与了筹办啊 那么8月29号 中午啊 他就发生了这一次 刚才谈到的啊 第一次被袭击 这个事件 袭击之后 他并未感到恐惧啊 他反倒是更加的 这个全部身心的 投入了这个组织啊 游行这些活动 根据以前网络上的一些消息啊 那么 由这个申子杰组织来的游行 一般来讲都是组长 合理非 还外加优雅 所以说 有的活动呢 这个警方给予不反对的通知书 有的给予反对啊 总体上这个申子杰组织的活动 我认为啊 都是这个符合香港的 这个基本法的 而且啊 这个游行部门当中啊 都非常受持续 我们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有一次组织活动 多达二百万人啊 但是当一辆这个 这个救火车来到了时候 这个非常这个繁忙啊 拥挤的人群立刻 整整齐齐的啊 这个闪开条道路 让这个车辆通过啊 然后整个这个 这个情况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啊 你可以看出香港人啊 这种高的素质啊 这是令人敬佩啊 也说明什么呢 他们做到了什么呢 就是合理费啊 和平民主非暴力 还加上优雅啊 特别有力量 所以说本人是不太赞同啊 就是勇武的这个派系啊 比较赞同就是说合理费 应当是按照香港的基本法 给予这个民众的权利啊 应当是在这个警方的保护下 开了游戏 但现在这个状况发生 很大的变化 也就是香港的警察呀 由于这个中共啊 就林郑月娥在背后的操控 警察变成什么呢 已经变成带着观点 在选择性的执法呀 所以说现在发生像 这个这一次在望角啊 又一次发生了 针对这个圣子鸡的袭击啊 就一点也不奇怪啊 这也是带有这个黑社会特点的 这种残暴的行为啊 这一次在 据说呢 有四到五个人 比上次人员增加了一倍啊 而且他们持有是铁棍的 那直接就把这个圣子鸡啊 打造在这个一家 这个一部这个私家车旁啊 我看到现场的一个画面 这个非常血腥啊 这个年轻人倒在血泊当中 头部据说是被猛击着两到三下 那么一只胳膊也严重的受伤 只不过是这个旁边发现 他的香港这个市民呢 积极的抢救啊 送到医院去 据说目前呢 状况比较稳定啊 还没有生命危险啊 但是呢 可以推想啊 就袭击他这些人 那么呢 是肯定是有背景的 究竟是谁操控的 这个都留有很大 一个想象的空间啊 那么 两位袭击他的人啊 这几位袭击他的暴徒呢 都是蒙面的 上一次袭击他 就戴着口罩 这次蒙面的 那既然是 政府要主导搞这个 反蒙面法 就应该把这件事 当成最大的一个暗子啊 全力的挣破 但现在目前看 还没有结论啊 还不知道能不能 就抓到 袭击他的人啊 那么这些人 这个意思就是 要把这个 郑子杰干掉啊 你想这个铁锤 这个冷铺房的 袭击一个人 那肯定是 后果都非常危险的 他们认为 可能是 把这个 生子杰干掉 就可能就影响了 即将 在这个 过几天 要举办的一次 更大的活动 这一次 他们一个想象啊 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 这个事件平息 这个问题啊 本人认为啊 这样做啊 不仅不能平息 反倒将来 激起更多的 社会仇恨 你看现在香港啊 我们可以回顾 这几个月以来 发生的 一次一次 运动 不断的升级 都是由于什么呢 由于林郑月娥 主导向这个政府 香港政府啊 没有这个 很好的处理啊 没有这个 从正面去处理 回应啊 这个抗议者的 这个诉求 所谓抗议 肯定是 是有不同的政绩 应当包容 应当接受啊 但是他们没有 反倒采取 这个两面派的 这个诉法 刚开始的时候 还搞一个 把这个反送中条例啊 没有及时收回啊 用了一个词句叫 受宗正寝啊 显然在外面刺走 我记得 我在最初的几个视频当中 也多次讲过了啊 如果那时候 他能够马上 这个顺应历史潮流啊 承认自己做错 立即收回 那香港到现在为止 就会和以前一样 繁荣稳定啊 但现在 完全丧失这个机会了 也就是说呢 这种反弹呢 可以这样讲吧 是这个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啊 所以说 再想这个走回头路 已经相当的困难了 没有办法 现在只有什么呢 接受 这个香港 士兵提出的五大诉求 五大诉求啊 缺一不可 我认为现在这个 已经没有别的路 可走了 那么中共现在 这个强势部分呢 非常困惑啊 那么一方面想象对的 内地老百姓那样啊 依靠空间法师全力的镇压 甚至不惜模仿 六四事件的那种 这个状况啊 这个动用军队啊 这种想法都有过啊 只不过后来 这个安于啊 香港这个特殊的 这个经济地位啊 特别在国际这个大四野下 那么香港的一举一动啊 这个都被这些 这个网络 出于网络自由状态下的 人们呢 看得清清楚楚 谁都知道啊 每一个视频 每一个言论 每一个故事 不论 官媒如何去 扭曲 诋毁 虚构 夸张 人们都看到 这个事件产生的原因 就这是什么 发生到今天这个地步啊 究竟随意的 承担责任啊 我们知道 香港的学生 曾经一度的 这个占领了立法会啊 占领了立法会之后 他们只不过是 搞了一些涂鸦啊 搞了一些恶作剧啊 搞了一些抗议 并没有就说 宣布独立 也没有在那个时候 公布要有个 历史什么政府 这表明什么 他们最初这种要求 就是反罪逃条例啊 就是要求尊严 要求民主和法治 要求维护香港的 核心价值 并不是像 官方媒体 这个 扭曲的那样啊 我有老百姓讲的那 他们在搞港独啊 不是这样 如果搞港独 那时候都宣布独立了 实际上 立法会被人占领了 那按照惯例 就等于说 你的权力已经失去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 那么 后来这个形式 发生到今天 可以这样讲 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由于这个事件 是在国际社会的观察下 在美国啊 跟英国 他们都在香港 有很多的自己的企业 有很多的国民 生活在那里 那自然而然啊 人们也 非常非常关心啊 那么 我认为啊 这个 人权是大于一切 也大于主权啊 其他的国家 对于中国 这个人权状况 进行批评 这是非常正常 不能说人家 干涉你的内政 那么现在香港 这个人权这个法案 在美国这个 这个纵运通过了 那当然还要在参议院通过 再加上这个总总统要签署 才能成为法律啊 但是可以推测 这些将来都会 是得撑着 不要抱有任何 这个侥幸的心理啊 会通过什么 其他的手段 会阻挠 会起什么作用 我认为啊 在香港 这个林郑月娥 必须下台 必须接受 香港市民提出的双普选 所谓双普选 要求根本也不高 一个是 要选这个 议员 基层的议员 第二就是特首 选举的这些官员 才能啊 真心实意 为这个香港啊 这个 广大市民服务 这一天 这一条是他们应有的权利 只不过是 过去没有 现在要归复啊 要归还到他们手里啊 要保证香港的司法的独立 言论自由 也要保护它 保护这个香港的基本法呀 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说 我看有着很多的这个语言啊 官方的议论啊 这个 把这个美国 这个通过啊 这个人权的香港人权法案啊 及其他方案 法案 指责成干涉内政 我认为这不是干涉内政啊 如果你很尊重人权啊 保护人权 爱护自己的老百姓 不到香港 去随便抓人啊 没有这个 尤文天事件啊 没有 王剑民事件 也没有 林荣基 这个铜锣湾事件 没有阿海事件 没有这个 刘西游南基 我相信啊 就不会出现 今天这个恶果 虽然说 这是自食恶果啊 只不过是 这个由于手里 掌握这个舆论工具啊 就把这一切东西啊 就归罪于什么呢 归罪于抗议者 这是本末倒置啊 这混淆黑白啊 黑白颠倒 直路为马啊 只能自欺其人啊 我看到 近些天呢 网上有很多的 这个报道 讲到什么呢 讲到一些 香港发生的 恶性事件 包括海上的浮尸 这个还有一些 这个 港人互相之间啊 这个身分不明的 一些内斗情况 这些事情都从文说 说明什么呢 说明啊 这个反 追逃条例啊 这个发生之后 给这个香港带来的 巨大的灾难啊 也就林郑月娥是什么呢 可以这样讲 必须承担责任 现在反倒是在 七十周年大阅病的时候 林郑月娥 还被这个 这个 推举上了这个 这个 解阅台啊 还到北京去 这个 去这个 受到这个 嘉奖啊 受到这个 表彰啊 受到肯定 好像他 这个立下了什么功劳 这一点对香港 人来讲是很大一个伤害啊 而且包括有一些 这个 采取这个暴力手段啊 这个针对 这个抗议制的一些警察 也可以请到北京去啊 去给予这个 肯定啊 给予表彰表扬啊 这本身都不正常啊 这只能激化啊 香港人和 这个大陆的矛盾 和警察的矛盾啊 现在 现在中共这个 这个 舆论机器是 全部 全盘 就开动啊 这个编造了很多的谣言 谎言啊 欺骗这个 大陆人民啊 因为大陆老百姓 没有知情权啊 网络是个区域网 不是一个互联网 不能 这个 及时的 准确的 真实 这个了解 香港发生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靠谎言 通知一个国家 解决香港问题啊 我认为是 本末倒置啊 只能使情况越来越糟啊 那么现在 最新一期的这一次 对这个 这个 这个深刺节的 这种暴力袭击啊 我认为啊 预示着 香港 可能下一步 还会出现更多的啊 最意想不到的问题 但不论怎么样啊 你力 力力死的 操着而动 我认为啊 你违背着 香港的士兵 这种愿望啊 采取这些办法 将来只能啊 这个 使这个 林郑月娥的 这个 这个 处境更加困难 本人认为啊 香港问题的解决啊 必须 面对现实 必须赶快的 接受 这个市民提出的 五大诉求 让这个林郑月娥 赶快下台 那么先由这个 政务司 这个司长啊 临时来代理这个工作 过一段时间 请你呢 组织啊 这个香港的市民啊 一人一票的 投票选举啊 这个 实现真的 这个算不选 到那个时候 选手的 这个特首啊 那么 肯定是会做出一些 损民心的一些事情啊 你像林郑月娥这样 现在是突有其名啊 根本无法行使 自己的职责 比如说他在这个 立法会的当中 这个宣讲 所谓这个 施政报告的时候 讲了一半 进行不下去了 因为什么他这套东西啊 这个完全是 不能代表民意啊 那么议员肯定要反对啊 反对声音比较激烈 只有宗旨 最后没有办法 这个灰头突脸啊 只好通过这个电视屏幕 去宣讲自己的报告 报告当中 讲了很多 这个非常冠冕堂皇的啊 关于解决这个住房啊 拒着有欺物的一些政策 这些政策当然很好了啊 但是现在啊 不是 这个最迫切的 不是解决这个 这个经济问题 而是什么 解决的是香港的核心价值问题啊 是解决什么反送中 顺中运动以来啊 老百姓这个诉求的问题 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其他的地都迎刃而解啊 所以说本人认为啊 这一次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啊 的确是 专制和民主 在这个 中国大陆啊 这个香港啊 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一次 这个一次大的这个决战啊 这个决战 惊心动魂啊 我相信呢 胜利一定属于啊 这个坚强而为大的 这个香港人啊 那么今天的独奥点评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明天见